夏天吃不完的西瓜放到锅里蒸一蒸,留着冬天慢慢吃,小时候就经常看我奶奶蒸西瓜,蒸过的西瓜又香又甜,装在罐子里慢慢吃,一年都不坏,小时候家里种西瓜,吃不完的西瓜,奶奶就给它保存起来,一直能吃到冬天,现在冬天吃西瓜已经不是一件稀奇事了, 不过我每年还是学着奶奶一样,保存一些西瓜,留着慢慢吃,口感真的非常好,家里有西瓜的朋友,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,首先把西瓜去皮,果肉随意的切成小块,倒入一个无水无油干净的大盆中,我这里大约是十斤西瓜果肉,加入半斤左右的白糖,喜欢吃甜的就多放一些,这样更利于西瓜长久保存。 然后加入刚刚烧开的开水,开水能够浸泡住西瓜果肉就可以了,再给它搅拌搅拌,使白糖能够充分的融化,最后再加入一小勺食盐,老话说想要甜加点盐,这样西瓜才会更加的香甜。 然后把家里的瓶瓶罐罐,都提前用开水烫洗一遍,去涂杂菌,这样保存的西瓜才不易变质发酸。 把西瓜果肉分别装入玻璃罐中,剩下的汤汁也一同装进去,并且汤汁要完全浸泡住果肉。 装好后,全部放入蒸锅中,只需扣上盖子,不要拧紧,冷水上锅蒸,盖上盖子,大火蒸煮,水开上汽后,再蒸20分钟左右。 蒸好后,趁热将盖子拧紧,密封起来,冷却后放在阴凉干燥醋保存就可以了。 这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西瓜罐头,以前家里没有冰箱,我妈煮饭的时候,每隔两天就会把西瓜罐头放到锅里蒸一蒸,加热一下。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冰箱了,做好了可以直接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的。 冬天吃着带冰茶的西瓜,口感真的非常好,又香又甜,喜欢的朋友,你也可以收藏起来,有空去试试哦。